第五場賽事 預備起步 預備 現在起步就是應聲彈出 靚蝦王最快的 放在前面走中的日平線也是相當快的 阿當和他一起搶出來 最後少許內冷的位置 見到新威王和魅力之城一起搶出來 中檔還有那隻就是必傳聖 必傳聖後面少許 見到那隻出發德 拍著那隻好腳頭 電子麒麟用流頭抖後的位置 靚蝦王又留回來後面的位置 再後少許內面上來那隻就是長長勝 長勝再後一點 見到裏面那隻是最後手段 最後手段再後見到羅沙 用流頭抖後的戰略 在後面還有本地沙漠和 富伯爵的距離頭馬約毛是8 還有一千米左右 現在看到日平線放出頭 上來第二位見到代表馬阿當 第三位手很慢的就是新威王 身旁外面那隻見到必傳聖 然後入面就是魅力之城 再後少許上來就見到好腳頭 好腳頭裡面那隻就是長長勝 本地沙漠現在就騎在外欄的位置 然後再後少許入面見到電子麒麟 電子麒麟外面就是靚蝦王 羅沙 富伯爵那些都是用流頭抖後的位置 就在後面了 好了差不多轉彎 預備入正直路那時候前段放得雙點慢 日平線依然放著頭 阿當現在逼著他 三位王現在上來第三位 外面所謂還有魅力之城 長長勝要開邊 靚蝦王現在在找位 外面電子麒麟也是在找位 大過欄 靚蝦王現在在追著日平線 中間還有阿當 靚蝦王衝勢相當點零力 日平線依然帶來過去兩個馬位 還有200秒鐘 日平線依然有過去馬位之城距離 靚蝦王追來追去都未追到 他裏面上來還有新威王 靚蝦王依然追著日平線 似乎日平線會不會頂到 但靚蝦王衝勢很零力 叮當碼頭之下 看看追不追到 一起衝到終點 日平線靚蝦王一起衝到終點 跑第三四名分別就是 新威王和阿當